交車開在西濱路段一路順暢 沒想到車道上出現一顆輪胎 交車駕駛閃避不及 車身晃了好大一下 駕駛驚呼連連 駕駛緊握方向盤 好不容易才穩住車身 剛要停下 又被後方的兩車追撞 蹦的好大一聲 駕駛連忙下車查看 才發現不只它 短短幾分鐘內 兩起事故共有七輛車受損 這之後這四台是第二起 第二起就是 它剛剛前面那台 就一直趕在那個快速道上 所以它就停後面被撞著 肇事的是一部拖吊車 當時汪姓駕駛 要把一輛報廢的大型遊覽車 從台北拖到台中 經過苗栗竹南西濱快速道路 南俠87公里時 遊覽車的兩顆輪胎 卻突然掉落 掉在快車道上 造成追撞事故 兩起車禍共計七部車輛受損 所幸均無人員傷亡 汽車零件玻璃散落一地 警方先封閉路段 找來吊車排除人手 頂著10度以下的低溫 不為寒冷清理現場 一個小時後才開放通行 警方表示 事故現場限速90 非翼肇事路段 要不是因為輪胎突然掉落 也不會發生連環狀事故 提醒右路人 連假期間開車上路 對於路況多加留意 以免發生意外 介紹彭志明 黃昌鋒 在景城苗栗採訪報導 第一次 第2次 本業 公園